火炮被分为加农炮和榴弹炮两种,是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的。 这也和拿破仑本人出身炮兵,在后来的战争中擅长运用炮兵有关。 加农炮来自于拉丁语Kernan一位管子,很形象地说明了加农炮的特点,弹道低深,炮身较长,口径位数比较大,装较量高,炮头出速高等。 这种炮使用于攻坚战,以直描或间接瞄准射击装甲目标,垂直目标或远距目标。 剑炮、坦克炮、安防炮、高射炮、反坦克炮都属于加农炮。 油弹炮炮身较短,炮口出速也比加农炮低,通常使用多级要包发射。 而且不同于加农炮一般不超过45度的射击阳角,油弹炮的射击阳角一般比较高。 弹道是很明显的炮物线,优效射程也比加农炮短。 从前躺炮时代开始,加农炮是战场的统治者。 一战时,出现了打国的士奈德M18971715毫米也占加农炮。 这是一种后躺装的速射加农炮,射速能达到15发分,是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加农炮。 德国人也对这种炮战上有加,专门仿制生产额不少。 但打口径加农炮真正的辉煌还是在二战和二战后的一二十年。 在这一时期,加农炮成为地面火力突击的阻力。 这还是得益于加农炮从娘胎里带来的优点。 身管长,能达到口径的四十八十倍,出速高一般在700米每秒以上,射程远122毫米级以上加农炮最大,射程在30公里以上。 如简方针装备的六十是122毫米加农炮最大射程达24公里。 同口径的五十四是榴弹炮最大射程,只有11.8公里。 与想象的不一样,美军也同样重视炮兵,还装备过有最狠的加农炮,只称DM107是175毫米自新加农炮。 这种炮属于军衣机火炮。 1963年开始装备,133公里的射程成为当时射程最远的深挂火炮。 除了参加越战,美军当时的设想,是在集团军下属的炮兵旅装备48枚M107,用于执行远程反坦克任务。 理论上说,可以在十几公里内踢次,消灭苏军,一个坦克师。 加农炮在中国也曾立下赫赫战功,在1979年的边境战争中。 解放军以60是122毫米加农炮和少量59,适合59-130毫米加农炮为主。 配备给独立炮兵师的加农炮团,一只描火力将越军前沿攻时一个接一个炸飞。 亮山之战中,解放军加农炮群封住其穷河渡口,截断越军王牌第三师的退路。 最终第三师大部被减。20世纪70年代,加农炮达到顶峰,但胜急必衰,下破路也由此开始。 这期间,苏联研发了M1975是203毫米自行加农炮。 中国则在1980年代研发了威力强大的83是152毫米加农炮,最大射程达38公里,可媲美西方的155毫米榴弹炮。 但83是战斗群众高达10吨,行军石炮身长10米。 机动性很差,并无太大的实战意义,也就没有大量装备。 此后,由于身关越来越长,榴弹炮与加农炮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。 开始出现间距两种火炮优点的加农榴弹炮,加农炮身管较长,当压糟,使用多极要包发射,射成远。 但到灵活,对一般的军队而言,有这种炮就足够了,而纯加农炮因为缺点不少,被淘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